那这是一包普通的挂耳包咖啡 而这是一个新型的 我自己称它为2.0版的挂耳包咖啡 而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手冲咖啡 欢迎欢迎娇卡 那从去年开始 就是我慢慢的发现 我们平时喝的这些挂耳包咖啡 它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 那从最开始 只是一个简单的内带和外带 然后慢慢的变成现在的这种 抽氧冲氮气 用特殊滤脂的挂耳包咖啡 那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就是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那我会在视频的结尾来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那我手里边这款是星巴克 做的一款origami款的挂耳咖啡 那经常喝手冲咖啡的人一定也知道 就是origami这个品牌 因为你有可能用过他们家的滤杯咖啡器具 那origami在日语里边是折纸工艺 这个挂耳包设计的也非常的别致 那吃到这个挂耳包的第一时间我没有去喝 因为我发现这个挂耳包的 它的盐膜的颗粒很细 而且肉眼看起来非常的均匀 那比我们平时喝到的那些挂耳包咖啡 它的颗粒要细很多 于是我做了个好玩的事情 我把咖啡粉倒出来 我放到Krub的滤网里边 筛了一下 我惊讶地发现它的细粉就只有0.3克 然后你看这个分成了4对1234 极细粉中细粉中粗粉极粗粉 你看它的这个极细粉和极粗粉 相对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少的 最大一部分的比例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还挺好奇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磨豆机来研磨的咖啡粉 那咖啡粉的均匀度用肉眼看起来的话是非常均匀的 然后我们现在冲一下这个他们这个挂耳包 它这个挂耳包的这个袋子设计啊 就是这边是有一个小的小环的 那这个环的从中间直接把它撕开 然后咖啡粉 然后整个这个包装就撑起来了 撑起来了之后呢就捏一下 这样子就挂在杯子上就可以了 这个有点像是这个手冲咖啡的感觉 你看相当于都是在这个杯子的上面这样夹起来 那它跟这种一袋的这种挂耳包不一样 一袋这种挂耳包呢 它是挂在这个杯子里边的 然后呢它这个挂耳的内袋呢是在杯子里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冲水冲的多的话呢 它这个挂耳内袋啊会泡在这个咖啡叶里边后边 咖啡粉的研磨的这个颗粒 然后这个颗粒用肉眼来看的话 它比别的很多挂耳包的那个颗粒也要细很多 而且它的这个烘焙啊它是属于深烘焙 然后尝试冲泡 然后我用的这个水温啊是这个 92度的 先用点水来这个浸湿咖啡粉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用这么细的眼眸了 因为它这个滤脂啊就是它咖啡叶在往下渗透的时候 它渗透的很快 所以说它可以用这么细的咖啡粉 而且在烘焙度这么深的情况下 冲泡完了之后你可以看就是直接拿下来就可以了 它不像是一代的挂耳包 一代的挂耳包呢 如果要是到达这个页面的时候 就是它下边已经泡在这个咖啡液体里边了 这个味道喝起来就是很典型的这种日本的生烘焙的味道 但是它这个生烘焙里边就是带着一丝丝的这种酸度 那这个味道呢它就很适合就是你们平时喜欢喝巧克力厚重感 低酸的人群 从挂耳包的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挂耳咖啡从最初期的简单的冲泡 那到现在慢慢的向手冲咖啡靠近的一个过程 那人们的需求呢也从简单的咖啡因摄取 到现在变成想要喝一杯香气更浓郁 口感更干净更顺口的咖啡 那挂耳咖啡呢它的确也兼具口感性以及便携性 能融入到更多的生活场景 那感谢大家的时间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 Cheers